头戴白帽一路低着头 往前走 她是诸葛亮第二任妻子林建如 也是谢金燕生母 低调现身入恋 手紧紧扣着大女儿谢清燕的手 林建如在女儿搀扶之下 上了乡行车离开会场 这一刻隔了二十年 回想过去林建如和诸葛亮共组家庭 一家人曾幸福合照 但最后因为谢金金的生母 郭亦兰介入甚至住进谢家 林建如心碎 两人感情破裂 最后形同末路 恩怨情仇纠结了二十年 不曾再碰面 女儿谢清燕谢金燕 夹在父母之间两难 甚至最后诸葛亮病危之际 林建如才点头 让女儿去医院探望 但自己仍不愿意见诸葛亮最后一面 这回重要时刻现身 送曾经的另一半最后一程 也被解读 已经放下多年心中怨对 送别曾伤害她最深的前任王夫 第四任妻子叶瑞美 家记上悲痛至辞 谈到王夫甚至一度贪软 需要人搀扶 严严说到 爸爸一家团圆了 大家都回来了 你的离去让许多人不舍 身为你的妻子 为你感到光荣 你再也无病无痛 去另外一个世界带来欢乐 你的笑容永远在我心中 永远爱你的阿美 场面相当哀亲 诸葛亮病逝之前 叶瑞美一路陪着她 精力躲债付出 诸葛亮曾经说 下辈子还要娶她 现在随着人生羡慕 一生三段婚姻 四段感情 亲爱诸葛也划下句点 记者综合报道